哈啰 各位好 欢迎来到暗地的游戏频道 今天久违的一个系列重启一下 叫做实打实说系列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已经忘了有这个系列了 但是 最近 找个时间上去打的时候记录一下 然后让 喜欢看第一人称操作的朋友过过感应 好不好 那 今天这一场我们 玩一下这个 斯卡文鼠人 鼠人是很多人想要看的阵营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玩一下 然后 这一场看起来对方是用古墓王 好 那我们就 带这个 埃基特克 我来试试看埃基特克 然后 最近玩这个 鼠人有发现 好像对方很容易用木精灵 康特 一个正常的木精灵 就是 狂野骑士 加上弓箭手 加上弓骑兵之类的 然后 全部部署在你的后方 这个打法有点靠北 就是有点难打 那 我目前对到这个方法还没有 打的 就是还没有赢过 但是 有差一点点赢 然后 领主他们都会带奥莱恩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那我再 看看最近有没有机会再遇到这种组合 那这一场的话呢 对上古墓王 我就是 呃 前排的士卒战鼠 准备好 然后 准备一个火炮 然后一个魔窟涅雾 还有 狙击手 呃 风暴鼠 跟 议会守卫 那大概就这样 那 直接进战斗看一下这场对古墓 到底要怎么打 一样 跳过前面无聊的读取画面 我们直接进来部署 那 我们来布个阵型吧 然后我进来之后呢 发现这个是 一个高地 中间一个高地的这张图 那火炮会比较难以发挥 那 早知道我就不要带火炮了 不过 这就是我的恶习惯 有时候我都会忘记去看地图 因为地图其实对你影响也很大 所以还是要记得去看 OK 这里我就 前面放奴隶鼠没问题 然后风暴害鼠的剑盾板 我们就放个两侧 然后 好 对方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长枪兵稍微 拉开一下 就是 士族战鼠的长枪版本 我们就把它拉开一下 展开展开阵型 WARM LIGHTNING CANNON WARM LIGHTNING CANNON 我们来试试看 那 理所当然嘛 一开始出来是看不到东西的 所以我们 操作一下这个 埃基特克劳上去 因为我有骑这个 剥皮机 末日剥皮机 买剥皮 那 我带的是 四元闪电 这个东西 光一等就可以破甲 所以其实还不错 那 OVERCAST的话是那个 更多的闪电 然后或许你们会发现我没有带一个技能 就是 大 就是 大幅增加法力的这个技能 为什么不带 失误几率50% 我跟你讲 那个技能超可怕的 我我后来不带 就我打几场之后 我前面几场有带 然后我发现 不行 我连续按三次三次都糖炸 然后我就把自己埃基特炸死了 甚至有一场 对混沌的时候 差一点点就要赢 我差一点点 就要赢了 然后他自爆 我输了 有机会我再来分享这一场 那这一场的话 我一开始就是先用埃基特上去勾他们 因为我目标其实没有到非常大 就是剥皮机 速度比较快 那勾引他的这个 远程火炮先做一攻击 然后我来给各位看一下他埃基特克佬的这个技能 有一个技能 就是 什么魔弹的是不是 我忘记了 这个技能还蛮痛的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技能 这个你如果在队伍侧边放的话 你看这个伤害 你看 这是古墓守卫 超级痛 这个 这个有价值可以带 然后这里 把他 混出之后 用闪电去电堂 那我们就直接爬山上去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魔窟灭物 优先先冲到前面 破对方阵 让对方 害怕一下 其实也不会了 说真的啦 现在 天梯上对战真的 已经 基本上看不到太多新手 就 就 再怎么样都有点程度 所以 我觉得现在真的 你是想要投入战锤的 朋友 就是对战这一块 真的会很辛苦 真的会很辛苦 当初 还有蛮多新手可以遇到 就是跟你程度差不多 现在 我打的 我最近又回去打几场的感觉就是 老手才会留在上面 或者是比较有天分 真的每一场都不是很好打 好 那我们火炮这边非常的悲剧 完全没办法攻击 所以我们就慢慢回答 然后之前闪电一样 直接点他的步兵 这个伤害绝对是主量 绝对是够 我刚才以为要他 我刚才以为他要绕去打我火炮 就是他放弃了 那 一会首位就不用守了 我们就往前 那埃基特就是设法的 不断的操作去 去做一个冲锋火攻 你可以看到魔兔念物血还是 撑得很底线 因为他会有一个回血技能 我记得那不是 我记得那不是一定会触发的 所以运气还不错这样 一样次元闪电 那我觉得次元闪电 你是可以不用Overcast的 因为 如果Overcast也是一样 破甲能力是没有差别的 重点是比较省的 而且如果你只要打得准确的话 多那几道闪电 其实没有特别的 没有特别的有意义 好 那我的狙击手已经到位子了 终于可以开射击了 鼠人这个 鼠人这个狙击手真的你要先阻止他 很痛 所以我其实 前几场有输掉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 就 对木精灵吧 那个Counter战术我真的很难打 就是 孔野骑是抓他超级坏 瞬间被抓爆 然后你 鼠人的部队又很难抵挡 因为质量太轻了 所以我还在想办法 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 木精灵的这个Counter冰角 那其他的话打起来是还可以 好这里 呃 撤退了嘛 失气不够 好 这张包围起来之后 再放一个资源闪电 呜 舒服 好那 这边战线有 议会守卫的话 其实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是扛得住 好前线崩洁 我有 碰出四对的 士卒战手了 然后我的 资源闪电炮 然后 还在移动 因为完全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三丘最火炮来讲 是一个非常致命的 尤其是这种 直线射击的火炮 然后这边要赶快把 埃基特 拉开 然后 部队移动 压 我 玩埃基特克劳原因 其实只是单纯就是 每次玩鼠人都只会看到 然后 现在又恢复 又只会看到那个 斯克罗克 就 不想再玩一样 所以我就选择用埃基特克 好 议会守卫不会撤退 所以非常的有优势 那他的那个 乌莎比特 就被我稍微牵制住了 不過他应该也是射蛮多弹药的 但因为 所以 属人部队是偏多数单位 也还好 而且我狙击手 跟那个火炮 他们没有部队去阻止他们 所以输出还算开心 好 这边也封解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古墓王在后期的乏力感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打着打着 就越来越 越来越落败 越来越落败 虽然你的部队都不会撤退 可是你会觉得 你打起来就很无力 啊 还好我的领主有这个 末日波皮器 所以 要挤出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领主在作战中 也是一样很重要 你 不能死的太快 因为现在很多 都会玩那个 Loth Knight的战术 官方之前 为什么会消那个 那个叫什么 然后 古尔法特就是因为 他变成Loth Knight 他现在把他针对 单体的这个人型单位 就是强度下降 让他不是 让他真的是克剧兽 不是克这个人型 喔 我闪掉了 他力打 然后我们来 用这个法术给他 直接赏脸射 5 4 3 2 1 哎 结果没看到 可惜 不然那伤害真的很高 那个起码可以打掉四分之一格 OK 那 这场比赛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 这跟各位带来就是属人的比赛 那大致上就是这样 我应该不用多做解释啊 我都已经 都已经讲过了好不好 好那 那 今天这个十打十说系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下一集的十打十说说不定也会很快 因为我这一次 一次录了 蛮多集的 所以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十打十说系列 那我也会放一些我输掉的 然后我觉得打的还算精彩的一个 被对方逆转 逆转胜 然后 我虽然有点不爽 但是我觉得 输的比赛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OK 那这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订阅 我的频道 我们就期待下次更多十打十说系列咯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